歡迎大家回到月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每週一股逢星期五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 遠志在旁邊和大家推介他的心水股份 Arie你好 Arie你好 先跟進一下上星期和我們推介了一隻股份 就是編號241的阿里健康 健價是5.21 暫時跌兩仙 回顧過往這星期的表現 大市方面升了5% 至於股份方面升了4% 0.4% 見到和大市同步 上星期建議4.8買入 一週的波幅來說 低位都差9格 4.89 換言之未能買入 現在應該怎樣做部署 阿里巴巴和公信部那邊的爭執 就算是平息了 所以股價是定下來的 所以現在是等一個消息 什麼時候會有些的注入資產 又或者是 接下來有些什麼大動作 所以股價一直一直橫行 觀眾 這隻股份風險係數是放在5 但股價走勢就好像風險係數是1 但很明顯是大家都是等待消息 消息欠奉 股價突然無力跌下去 機會是在 所以如果買了的觀眾 不妨多等待 接下來消息演變 可以是等很久的 不過概念上面 或者今年的國策發展 挺符合的 其實不單止這隻股份 在等待消息 整個大市都在等待更好的消息 人行方面決定放水 環球繼續有不同的央行去放水 但市況始終好像不是很大動作 今天來說 是高開 現在跌到59點 還在24,702點 其實在這個市況當中 怎樣選擇股號 我自己在前瞻裏面 有說到一件事 其實我看25,500點 那個市況是今年的頂 差不多 所以其實對於 如果你說我用這個指數去看的時候 現階段 我都會提供觀眾 其實不要看得那麼進取 你做了一些的減息 你有做了這個降傳準 我當下個星期再減多次息 其實是不是真的對於市 有一個很曠奮的跡象 未必這麼看 大家就開始 見到人行 其實出了這麼多次的招數之後 其實等下有些數字出來 你真的見到經濟開始活動 我想市場才會移動 所以今個星期 上個星期我們風險批數是5 今個星期我超級保守 這隻股份 接下來星期二會出業績的 就是香港電信信託 完全和上個星期的一些股份 那個看法幾乎是相反的 所以讓大家認識一下這隻股份 或者在星期二之前 你還有時間去買 可以想一想 究竟你買不買這隻股份 香港電信信託 看到現時來講 估計中10.22 暫時跌倒8 推薦這隻股份 要認識一下旗下的品牌 其實不少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包括1010 CSL 網上行等等 但都看到一些比較陌生的品牌 Harry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如果你說電信服務來講 香港電信大家就熟悉了 一邊就做一些流動通訊 就是手提電話那邊 另外就是你家的辦公室 所有關乎通訊都包了 0060是打IDD 網上行就寬頻 i就是有鏡頭的那些 本地Landline的顧網電話 所以今天我們會集中 去看看流動通訊那邊 始終這方面的變化會比較大 如果我們只是講電信服務的話 我想觀眾會懂得機 所以6823在流動通訊那邊 會有多定段 即是業績究竟有沒有驚喜 其實香港電信聯 和母公司電信營科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獨特的組合 在香港好像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就是四網合一 在哪四個 就是固網、寬頻電子和流動通訊 其實在香港是不是唯一一間 是的 獨有的 但是我自己的親身激烈 都advise管理層 即是你的四網合一 其實都需要做多一點的協同效應 我自己有用那些業務 我是用香港電信的 本身的流動電話 我用CSL 顧網我是用Navigator 而家居電話我都是用香港電信的 甚至連Now TV我都看了 就是四網合一我用不完 我給了很多錢香港電信 但是問題是 就是我本身那些計劃 其實就不是 就是它說四網合一 是合一的 但是問題是 就是我的月費是分開交的 那它沒有一個 就是說 在我訂閱了四網合一之後 它有一個比較便宜的月費 它沒有做到這件事 如果在四網合一這個平台上 它做是做 我Lock in 進去我的帳戶 我是看完我的四個帳戶 但是如果它四個的 Service 如果有些協同 譬如我訂閱兩個Service 會便宜一些的話 那我會覺得香港電信 接下來在業務上來說 可能它的感覺或擴展力度是比較多的 所以可以在字面上跟大家去看一看 它的客戶服務是四網合一的 但是這個協同效應需要一些時間再去做一下 Herry 一來就已經給了一個小小的意見 就是香港電信 馬上都跟進一下 就是投資者都很心急去聽 香港電信的股份 有些什麼亮點可以看 下個星期二公佈的業績 又可以留意什麼的亮點 有兩個方向 Herry說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先說就是合併 第二個就是加價 合併方面 其實公司在過往的近年來說 都做了不少的收購 接下來會帶動什麼結構性的增長 稍後會跟大家詳細分析 第二件事 合併完之後 當然就是去到加價 如何向它帶動倒閉阿布 以至到接下來的收入增長 逐一跟大家說 先說就是第一個 合併收購推動結構性的增長 看看實質的數字 歷史方面 就是對比14年半年方面的業績 2013年全年和2012年的全年 留意一下數字 純理方面好像縮了 應該怎樣看呢 還有經調整資金流方面 都是少了 不過2014年是半年 其實是否照計成翻譯 整整整年這樣看呢 是的 你可以這樣看的 但是這半年 即是說2014年下半年 就多了很多一些不同的所謂 我們未知的這些因素 包括下半年對於香港電數 有些什麼重大消息呢 它收購了CSL之後 有一整個半年會入帳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有部iPhone 6 是的 應該就不錯的那份業績 所以現在如果你用上半年份業績 去乘2的話 應該乘多一點 但問題是那些少少是多少 如果你看看它本身的 整份業績的數字 大家會很留意到這個純理 這個純理就是2012年升3成多 2013年全年升5成多 現在只剩下半年之後 只剩下17% 你很明顯看到它縮了 這個就跟它們自己在PCCW 即是以往的流動業務 有一點點見頂有關 所以它就做了收購 所以在下半年條數 就是另外一件事 而香港電信 其實它不只是這四個字 它後面叫信託基金 我們就要看一看 就是經調整現金流 一直都是很平穩的上升 為什麼要看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些信託基金 或者大家買的防託基金 是看息率的 這個現金流就是那個派息 這裡要派90%以上才能符合要求 所以這個數字來說 接下來出來的數字 如果是一個驚喜的數字 即是說是百分比升到一成以上的話 股價就會推上去 因為大家在期望香港電信 大概出來的息率是五厘至六厘 這個息率就會定在這裏 大家有一個期望的 如果定了的話 它是派得多於這個比率的話 它的股價就會推上去 所以這個給大家去看一看 我會覺得在收益 EBITDA或者經調整現金流 接下來是會有少許驚喜在這裏 接著和大家想看 就是集團在2014年上半年 收入方面的佔比 究竟什麼業務 是否分得最多 看到電信服務方面 佔了七成六 那麼多 就是藍色的部分 但是看到剛才Herry都說到 這次會細說多一點 就是紅色的部分 流動通訊方面的服務 看到的增長也很多 其實是否其中一個亮點呢 對於本身紅色的部分 會是香港電信 現在值得一提的一個業務 下面電信服務來說 它佔比是最多 依然佔七成六 但是你計算它的EBITDA 或者是收入 是一些很低的增長 始終大家都明白 其實本身的本地 固網通訊的服務上來講 其實就不是說有這麼大的變動 所以你看它一些邊際利潤率 或者在EBITDA上來講 不是太多的一些動動 動動在哪裡呢 在流動通訊上 流動通訊 你計算EBITDA 其實就進入了部分的CSSR的數字 一兩個月的數字進入之後 你看到都升得很厲害 EBITDA的邊際利潤率 其實升成六個百分點 很誇張的數字 以一個通訊事業來講 因為這是很穩定的事業 所以就是收購合併 這個結構性增長 比起想像中為之多 所以我們就拆解一下 裡面電信服務 接下來會怎樣呢 或者是流動通訊的業務 再有什麼驚喜 馬上進入電信服務方面的分析 其實對於收入在電信服務 在電信服務方面來講 原來只有23%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記性的觀眾來講 其實都記得那時候說的 就是PCCW的Navigator 就是加價的 香港的寬頻 顧網是很貴的 這些加價曾經試過 令到本地電信商 全部的股份都升上來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電信服務裡面 原來只有兩成三是寬頻 其實以往一二年到一三年 就已經contribute增長在這裏 就是加價的 現在是定了下來的 你收我三百多元 你沒理由四百多元 去買這個股網 我不肯定會轉的 所以這些方面來講 我預料到 接下來那份業績 不會有太大變化 你看到EBIDDA方面 邊際利潤都定了下來 所以現階段來講 我會覺得無緣無故白事 又不會多了國際長途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未來一四年 全年那份現職 是一些英文叫resilent的業績 直接剩下了下來 所以我們看看下一部分 會是一個驚喜在這裏 沒錯 下一部分 就是流動電信方面 同樣分為收入 和EBIDDA兩個圖表給大家看 說到流動通訊的業務 要不就是賣電話 要不就是賣通話的計劃 其實誰會賺錢一點 賺錢來講 主要是服務收入 而本身因為 那個終端收入 其實你賣電話的價值很重 所以這方面你會見到 數字突然間有些帥氣的數字 EBIDDA在右手邊 升了113% 這些是一些很誇張的數字 為什麼這麼誇張 就是收購合併 不是突然間多了一倍的人 去訂閱香港電信的月費 而對於觀眾來說 這些數字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我們下星期二的業績會是一些什麼的數字 是會比起這個數字更加靚的數字 為什麼呢 下半年來講 我們有一部強勁的iPhone 6 走出來 而iPhone 6 我很記得 因為我自己都在找這部電話 最初一兩個月是買不到的 最初一兩個月是買不到的 不斷按不到的 而且可以按到這部電話 或者買到這部電話的渠道 只是上台 所以我期望香港電信 或者Smarttone 也是 在這方面的業績 應該會做得不錯 無論服務收入或者中端收入 中端收入大家明白 買多了電話就自然有增長 服務收入是怎樣呢 iPhone 6的計劃 哇不得了 又加了價 我四百多元 去給一個月費 去買 所以服務收入 我連同邊際利潤 都會扯上來 所以整個半年的業績 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香港電信 在業績上 有幾個漂亮的數字 給大家看 好 看完 就是第一個有因素 就是收入合併 推動結構性的增長 才去到第二個 就是加價這個因素 月費加價 推動到Albo方面的增長 先講這個因素之前 先介紹一下 其實有這麼多品牌 怎樣做一個positioning 怎樣做定位 兩間公司合併了 在流動通訊那邊 手執著幾十個品牌 他做了一些rebranding 現在實惠那邊 即是低端市場上 他重新將新世界傳動網 rebrand做一個叫 新mobile 低端市場的branding 但這方面對於香港電信 在流動事業方面 這方面來說 就不是這麼高潛比 因為這個新mobile 還要和電信數碼是五五的 即是分帳的 是joint venture 不是全資的 所以這方面的發展 我不是太看的 中間那裡最重要 大眾市場 即是中端 將123和PCCW Mobile兩個品牌 合併做一個叫做 CSL Dot 這方面 主要是香港電信 在流動通訊裏面 打的branding 我見他也是第一間公司 可以做到 300max上網的4G 的branding 所以這個市場來說 剛才我們所說的 利好之處 合併 限cost 有iPhone 6 全部都放在這個品牌上 1010 對於香港電信來說 會是一個新的品牌 因為它原本是PCCW 這邊來講 我吸引到高端客 這邊高端客的市場 我記得剛才和Mac 在麥克風前說 都是富豪級的會用 那些人不太動 但是他進來之後 突然間 香港電信 在月費計劃那些客戶 有些700多元 1300元 月費的客戶走進來 所以進來之後 那個Apple就自然推高 因為你計算平均 所以數字來說 大家會看到 現階段 高中低端 面對市場環境 在左手邊來說 是少了 因為中端現在只是打和機 三個邊 而高端市場 都是用1010去打Smarttone 因為以前 PCCW 如果用Mobile的branding 很難打Smarttone 高檔的Service 所以現在有個高中低端 對於接下來的 阿布增長 或業務發展 清晰了很多 品牌很多 也有不同的定位 但在市佔率方面 應該怎樣看呢 加起來 香港電信市佔率 是不是佔了很多 加了兩邊之後 龍頭大哥 超越了三 之前 因為PCCW Mobile 原生是很久以前的新地 是比較弱 你計算他本身 無論是阿布平均 或者市佔率 也好 所以加起來 對於他來講 龍頭大哥 是怎樣的呢 在拿新電話 或者是 所謂 月費的定價權 基本上 一定是有個 話事權 加價他先加 減價他不需要先減 所以 接下來我覺得 以往 其實你見到 現在說到2010年 其實 市佔率 其實不會有一些 太明顯的變化 你看到 中間特別是和記三 他的上網 或者是話語 那些質素 一直下降 他有跌少少 但是都是26% 25% 這樣去的 所以 有個結構性 增長在三道之後 他坐穩龍頭大哥 那個地位 可能是千秋萬秋 是老去的 所以 今次的收購 對於他們 業務上的發展 是更加穩定 講完市佔率之後 當然就是 市佔率多了 喊價的能力高了 當然 緊齊 其後當然要加價 看看加價的分別 其實 新價格計劃當中 加價的幅度 多不多 這個幅度 大家已經看到了 這個 我就這樣 擺蘋果日報 這份 很清晰 所以 CSC 一個新計劃 原本對於我這些 用開123的用戶 來說 就沒有什麼所謂 都是差不多 加了少少 但是 如果對於PCCW 原本的客戶 又或者是原本公司 打的市場上 來說 原來加了幾多 很多月費 所以 這個月費計劃的加幅 對於本地市場上 來說 是有少少 一石激起千重浪 因為 現在沒有了 68元 78元 那些低用量計劃 在香港來說 所以 整體整個市場的ABU 都上了 對於香港電訊來說 現在就是龍頭大哥 加價 他可以先加 對於ABU來說 尤其是他吃得最多客 尤其是剛剛有一些很熱的 iPhone 6 這些手機出來的時候 對於他接下來的業務增長 又或者是 可以retain到客人的力量上來說 都增加了 好 就是加了價之後 這個ABU方面 你都說全線提高 但單單是香港電訊 提升得高不高 是的 所以 這個logic很簡單 加價之後 我們去看ABU 這個數字 就去到14年半年 集團公佈 14年半年 你對比起 13年全年 就好像升了6元 好像很少 但 只是反映了 一兩個月 CSL的一些業績 所以 這個ABU 還可以推升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 你又加完價 加價是何時呢 7月1日加價 所以 這是第二季的 第二季 就是 iPhone 6 在9月才推出 所以 如果你說ABU提升的話 對於 香港電訊 我來一份業績 為何我比較有信心 那些 solid 所以 大家 不妨留意一下 我會預測 即是 下個星期二 推出的ABU 應該至少 去到220美 至230多元 這些 幅度 非常簡單的邏輯 月費加價 推動ABU增長 盈利方面 有甚至提升 明白了兩者的利好因素 但也有風險因素 要再看 有兩個 Harry說到 收了CSL的時候 也有借錢去買 其實 這方面的負債 應該擔心嗎 負債來說 一向都是 香港電訊的麻煩 因為 它由PCCW 一直拆下來 其實 負債是有點擔心的 但是 今次 它做了少少的 合定單位的增法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單位 其實是配了股 用股票市場 所以 我計算它 就是它自己的增長力度 比起它配股 配法的數量上 多些 所以值得推介 這方面 負債比率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 我覺得上升幅度 不是那麼厲害 因為你合併了兩間公司 隨時你的cost 都會跌下來 現金流更多了 另外就是 iPhone 6 不會永世有這麼多 iPhone 6 接下來 6s 都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所以 這個燒情火熱 對於香港電訊來說 是一些短暫的刺激 好 跟進完你好 和你大敏數之後 馬上都要進入去發整個投資建議 這時候推介這股股股 要怎樣部署 現價 因為你說下星期二 沒錯 所以我看大約12元目標價 指示價放8.8元 指示價為何會定下去呢 除非它的數字出來真是恐怖 我不覺得會這麼厲害 是 穩定的東西 風險因素 我會放在2很低的水平 是 上星期五 今星期二 沒有什麼風險 沒有什麼 有些風險 因為它是增發了單位 是的 而如果純利或現金流 根性的幅度上 沒有那麼高的話 現金流會變成倒退 你的派息就會減少 這個很影響它的股價 明白 所以大家下星期二 看這份業績的時候 然後看現金流的比重 是多了還是少了 這方面 對於股價上不上到12元 是很大的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 現在去買 應該做短線 還是中長線的部署 你接駁一個下星期的業績 就是短線 但是以往這隻股份 那個性質應該是長線的 它是收息 你買電訊股 很少是短炒的 但是剛好有一個業績 可以讓大家接駁一接 好 謝謝你 這段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新報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 623個股份 沒有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常規節目